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潮秘聞 我是李晨熙 新華社7日公布 沒有死的副國級官員名單中 除了已經證實涉嫌的李常福、秦剛 按照排序 本應該出現在上萬全 趙克志之間的偽鳳禍沒有出現 匯取習近平過年前夕的動作 以及習近平破權民將招離的結局 農曆甲晨年會有什麼端倚? 被新華社張榜公布的135名 還活著的退休官員 與2023年名單相比較 其中3人死亡 他們分別是 2024年1月11日死亡的張克輝 2023年12月7日死亡的張國衛 2023年11月3日死亡的周鐵龍 而早前傳聞的汪洋、許其良等人都安好 首任火箭軍司令魏鳳禍 2018年被習近平晉升為國務委員以及國防部長 並在中共二十大退休 去年中共散政74周年前夕 魏鳳禍沒有出現畫面中 與失蹤的李常福、秦剛成為失蹤三高管 當年8月31日 中共國防部新聞局局長 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就記者提問魏鳳禍的下落問題時 毫不含糊地回答說 我們將調查每一個案件 打擊每一個腐敗的官員 中國軍隊依法治軍 對腐敗令容忍 這個回答已經為魏鳳禍和和落馬給出了結論 但是官方在處理軍隊將領問題上 流亞洲事件就足以證明 不再對外界公布或講明 不過外界仍然追尋他的下落 1月30日 習近平中央軍委慧問部隊退休軍頭演出 封傳被抄家的許其良一同觀看演出 而魏鳳禍仍然不見日 兩任國防部長三任火箭軍司令出事 原因仍然不明 魏鳳禍恐怕被扮低在倒茶的問題上 多半仍然在任火箭軍司令時出問題 至於是否腐敗或間諜案件 可能只有等到中共解體才會大白天下 自此 習近平在中共獨裁統治的截前套路基本完成 仍然延續暴力與謊言的特色 其中 維穩重器是法院將準備的案件 放置在截前宣判 兩名被判死援的人 其中一個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的大臂 中國招商銀行前行長田惠宇被判死援 有觀點認為 不離於王岐山 但是實際上 雖然具有震懾的作用 但是習近平還不至於無天下之大不諱 和自己的反腐幹障過不去 王岐山恐怕也很難再有政治訴求 況且 習近平上台後 嚴毫的退休官員規定 不得幹正 實際上是軟禁了所有的退休官員 並以安全與保密等理由限制他的所有行動 另一名被判死援的軟殖中國的澳大利亞作家楊君 不名楊恒君 身份為澳洲公民 作為中共邪惡政治的犧牲品 楊恒君成為中共震懾澳洲的一張牌 這個宣判結果顯示 中共在外交上 仍然處於強硬的狀態 至於目前澳洲的回應為最強烈的措辭 印證了這一點 不得不說 這個判決結果 與他的家人披勞楊恒君在被關押期間 遭到詢問三百多次 嚴刑凌虐恐怕也有關聯 為法院掩蓋中共好刑行為 被權力左右的結果就是這樣 其實中共在截前 處決人犯的慣例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各地的法院準備已久的死刑犯 都在臨近節日的一個月左右被處決 公開的披露就有 吳謝宇事務案 北京大學學生吳謝宇 1月31日被處死 重慶者地罪亡案 罪犯張波與葉成陳1月31日被鑄射死亡 沿台州市自然資源與規劃局公務員大勞民 與河團毒素殺妻 2月2日被鑄射死亡 2月4日故意殺人犯張黑萍被槍決 這個還未包括沒有報導的被執行的死刑犯 在暴力宣洩的同時 習近平頻頻頻延伸 2月1日開始 習近平先是考察了天津 肯定了陳敏爾的政績 並在嚴密的保安措施中 在無數警察特務扮演群眾中 出現在天津的街頭 緊接著2月2日 習近平在紀念國共內戰為止的 平津戰役紀念館內借題發揮 這一日是農曆立月23日 即是小年 有媒體注意到 習近平在謀求三連任的二十大前 也曾經到遼審戰役為止 宣稱紅色江山來之不宜 暗時只有他能夠保住中共不變色 外界就認為 習近平在這個時候紀念血腥的戰爭 並且是針對中國人的來戰 有反人性的指向 此外習近平釋放了要以血的代價 維穩的信號 並暗時將繼續鬥爭下去 這個模擬 也是危機中求負體 求打機血斑的行為 然而 這一切都是在海外 盛傳習近平已經離患疑視癌的基礎上 而且已經病入高芒 命不久以後的演戲 同一時間 中國股市紅起 損失慘重的股民 在多個平台叫苦連天 投釘語言炸彈洩焚 有媒體稱 習近平將親自指揮舊市 而當局卻出其不意感7號宣布 任命吳清為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 黨委書記 免去疑惑滿的中國證券監督委員會 黨委書記職務 我們且不說此舉效果如何 但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往往無效 人們呼籲惡號舊市 實際上就是解體言政權 這樣股市才可能紅起 不過稍加留意就會發現 2015年中國股災僅是6月19日兩市市值 縮水9.24萬億元 當年9月22日之後的50日內 習近平至少5次談股市 宣稱避免了一次系統性風險 但是同時多次表示 一般情況下政府不干預 這次習近平無語了 還是有些意思 總之習近平能夠感到這次的股市悲劇 源頭恐怕會有所收斂 實際上習近平面臨的外部環境 是從來都沒有過的 公開高呼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 也都不是局部性區域性的動向 近日清華大學港籍教授李杜葵 在接受彭博社採訪時 毫不忌諱地稱 中國的領導人實際上比美國人更加焦慮 更加不安 更加偏執 李杜葵的說法相當具有代表性 習近平透過個人的崇拜 提振經濟 並非如打造梁家河勝地那麼簡單 黨媒日前宣稱 2023年 習近平打了標籤的梁家河川 接待遊客50多萬人次 但是這樣的政治操盤 也都只是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 習近平破壞拳骨的紋路 在他天津考察中圓形不露 又以破財民的說法最為準確 也就是說 人們有理由相信 股市的大跌 與習近平的破財民突顯有關係 這種地上眼下出現的紋路 一旦加深 隱如霧魂發生的機率增高 代表權力 和掌握權骨出身黑痕般的皺紋 往往有更多的天意警示的意味 而另一個原因就是 從上游深生來看 經濟學家所稱的習近平 焦慮、不安、偏執 是造就破權民產生的要素之一 以習近平被馬列邪令附體 外相超時得更加明顯 更重要的是 如果一個國家最高領導人威得不救 必將導致天下之善散之耳 分崩離析 因此更有講法稱 蔡奇突然如林彪般倒下 習近平突然暴病也是有可能的 這個要看解體中共的需要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